太多人就... 趴在地上了 Action 太棒了 這兩三天我們知道她已經快不行了 可是因為Action 她非常怕去受醫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不想讓她在恐懼中 這樣子離開 我們知道你也喜歡我們 我們不想要你一直這麼痛痛 你先去天堂等我們 他就一直離開了 他就一直離開了 因為他就說 拜託我 拜託我 他想要我們幫助他 我們是唯一人喜歡他 但我們不能再幫助他 我們不能再幫助他 所以媽媽和爹 我們不知道多久 我們不知道多久 他的腿有很多問題 他的腿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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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認為 我沒有想要他 他很痛快 所以我認為 我會讓醫生 一個醫療 快一點 然後他會睡覺 一分鐘 所以他不會感受到 他不會感受到 那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後來 我會買他 他的食物 他的食物 他愛吃 他愛吃 他的家 真的就跟多一个小孩子一样 这些人知道对不对 我们都很爱你 明天是几月几号 June 16 就是一个Holiday Holiday Asian Day 就是一个Holiday 我们记得Asian 好 Asian Day 我们需要吃他最喜欢的食物 对 好啊 Asian Day我们就帮你吃牛排 好不好 哥哥 哥哥 我们也是要看摄影 你先个摆了呀 好好休息哦 你今天出去玩一整天的 乖乖休息的 我们一起睡觉 他突然就 趴在地上 我们拍这支影片呢 就是关于Action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最后之间的一篇 这一两天的一个记录 那Action他其实先天性的基因离传的这种肝脏的疾病 包含他的气管的崩塌 包含他的心脏的衰弱 一年多来是一直有一些症状 到了这几个月 确实就是会越来越严重 这两三天我们知道他已经快不行了 周一说他现在 心脏是完全不行 所以造成他的腹内 肚子周围已经大量的有液体 就是冲水或冲血 他的肚子已经是平常的三倍大了 他是一个很爱外出活动的狗 那他的体力已经大概不到之前的四分之一了 放他出去走个五到十分钟 甚至不到就不行了 像他昨天晚上他还可以吃他喜欢吃的饲料 还有帮他做的牛排餐 那今天早上呢 他其实已经没有胃口了 他就只是一直躺在这边喘气 因为他心脏的退化到一个地步是 他连呼吸都已经感受到困难 其实我们已经为了这个流程 也是挣扎了好几个礼拜 到底要他自然的走 还是怎么样的在情况让他离开我们 本来兽医就说 其实就带他到诊所去 大概付了两三百块美金 他就可以让他安乐走掉 然后把他做火化 可是因为Action他非常怕去兽医 他只要一接近兽医的停车场 他其实就在发抖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不想让他在恐惧中这样子离开 然后我也舍不得看他痛苦 在那边喘气喘不过去 然后就是只能这样在那边 反复的每天晚上挣扎 当他一痛苦一挣扎的时候 就一直跑来我们身上 一直黏我们 亲我们舔我们 我们是不介意他吵我们 可是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 他的动作是来自于他痛苦和恐惧 因为狗狗他没有办法理解他身体 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他恐惧的时候 第一时间一定是找我们来安慰他 所以其实我们也都已经 好几天都没有睡好了 我们就觉得说 好 既然他也没有办法 就是开心的吃东西了 他也走路 他最爱的散步 也已经慢慢体力没有了 所以我朋友介绍 我就找了一家 叫所谓的行动的兽医 就是专门帮宠物做 这个在居家的安乐食 因为狗狗在家里 通常是他最心安的地方 但是艾寻其实他又很特别 他比一般的狗还更紧张 艾寻他是有任何陌生一接近 甚至连我自己的爸妈进来 他都会是狂叫 他都会去好像以为他们是坏人 所以我选择是平常我们 这四年来 他最喜欢情感上最放松 最安稳的这个公园 而且他最喜欢享受 就是我们留完他以后 他即便累了 他也喜欢看着小淘德 在玩耍上面 就是玩耍 那我们就是大家去公园 完全没有疑心的情况下 那个兽医 他也会很轻便的来到现场 让他最没有痛苦 最舒服的结束 他在地球上 他的一个工作 或他的一个功课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碰到这个状况 那如果有机会适当的话呢 我们会再用记录一下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留言说 他们也养狗 有养狗都会很害怕 有一天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记录一下 至少让还没有经历过的观众朋友 他们也可以至少心里有个底 说大概最后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是上午11点多了 那我们再过半个小时 就要带他去公园 然后跟兽医见面 他今天早上也没吃了 但是他光是闻 他也去闻了他的牛排 煎得很香 等一下希望他还有点体力 在公园可以再散步一下 然后他们要签一些手续文件 好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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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 Henny一定会这么旁边 我们先去天堂等我们 在 стр My god 快来 自己走 пят 孩子 来吧 我抱他一下 然后医生说我抱他的时候 他会从他后面 偷偷给他打第一针的一个麻醉药 让他先睡著 就第一针先让他舒适 让他不要再痛苦 这样子 他还会再有第二针 就让他 reminded me go 放 ainda OK Goodbye 他連痛的表情都沒有 就讓他過了 他現在很放鬆的狀態 他說他接下來幾分鐘還會睡著 就是慢慢昏睡過去 睡著 Goodbye We can get him, it's okay We can say hi action, bye bye action 他就像正常的睡著一樣比較緩和 舒服是不是 他最喜歡看來我幫你喝麵 因為他沒有在外面這樣子睡著過 所以他一直用他的意志力在撐著 他就覺得為什麼不睡著 他捨不得睡著 他會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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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打了第二針之後 那個醫生 他就一直在聽他的心跳 然後等他的心跳結束了以後 就看到一群他就會 但寵物最後他已經完全的失去了所有的功能 所以他就會開始排尿 然後他也知道 他的那個 肚子啊各方面就開始發脂了 所以他已經沒有醫師 醫師現在他說他先離開幾分鐘 給我們一點時間 跟他最後到別的時間 然後他就會把他的身體 他們會醫師會把他帶走 所以其實他這個時候已經沒有醫師了 我們就自己在這邊 平復一下自己的心情 那好險就是因為我們在家裡已經做好很多心理準備了 所以我們其實 該跟他說的話 其實這幾天都已經講了 講了幾百遍了 所以沒有問題 醫生說他離開得很順利很安詳 就真的短短幾分鐘之內 他完全沒有痛沒有掙扎 而且沒有任何的像他想叫啊或什麼 因為這就是他最熟悉的環境 是完全就是沒有任何的一種恐怕的狀況 其實當狗的主人就知道 這兩天其實他不定時的就會爬到我的床上 我躺著他就把他的右手架在我的身上 然後就看著我 他頭就在我這邊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完全知道他自己的情況不對勁了 然後他就會更珍惜跟我們在一起的時間 看到他能夠解脫 也算是一種新聞 這是唯一能夠安慰我們的地方 就是我知道他現在到了更好的地方去了 我的IG其實很少經營 因為他大部分想po的東西都是po狗狗 然後我記得剛搬來前幾年 他在這個公園的時候我拍他照片或錄他在散步 我說我的狗狗生活在天堂裡 因為我覺得這個環境對他來說完全就是天堂 我們已經盡可能的讓他過得很好了 然後讓他體驗到有兄弟的存在 就是小桃德的嬰兒時期 都會一直跟他玩搶來搶去 小桃德大了 他力量大了 他也搶不過小桃德了 但是呢他依然把他當作家人在照顧 那我覺得經歷了這九年十年來的這個體驗呢 我們這一輩子還會不會在養狗呢 我自己個人目前是覺得我不會了 因為我無法再經歷一次這種離別的傷痛了 或許等我們老了退休以後會有不同的想法 觀眾朋友有喜歡他的很謝謝你們 你們的留言安慰我們的時候 也讓我們覺得說有這麼多人在分擔我們一起的這個憂傷 讓我們覺得也很感到欣慰 他已經很開心很順利的離開了 好 我們就一起陪他走到車上就好 就護送他最後一層就好了 那我們就回家了 像一個寶寶一樣 然後人們也不能遇到你 他現在在without 阿賢拜拜 最後阿賢像一個小嬰兒一樣離開 然後躺在一堆他最喜歡的毛毯下 其實還蠻可愛的 爸爸現在在跟小桃德說 嗯 阿賢是去了更好的地方 因為Asian他有一些狗朋友也已經離開了 所以爸爸就跟小桃子說 Asian現在會去找他的狗朋友們 他不孤單 就等我們再上去找他囉 因為天堂的時間就是跟地球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地球上的一千年等於天堂的一天 也許我們在一小時之後就上去找他了 對狗狗來說是這樣的 所以不需要等很久很久那種感覺 workspace 色選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